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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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次拍片的主要目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而這件事就是大家 對於移民來英國的時候 其中一種考慮的事情就是 我們遇到的情況就是 有賊想進來我們家裡盜竊的 不過幸好就沒有什麼損失 說多一點點我們現在住在地方的環境 我們就住在一些房子裡 這個房子背後有後花園 還有幾個門口 還有車房 沿途都是一些獨立屋 而且也不近市中心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兩個人簡直是我們家裡 如果他們走的話至少都要走40分鐘 才可以從市中心走過來 而且沿途都是比較荒涼 所以我們也想不到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還有我們這裡附近也沒有一些 酒吧 餐廳 超市 也沒有一些醫院 所以減低了一些 閒閘人等的聚集 不過都不知道為什麼 照樣發生這些事 那我們怎樣發現這件事呢 其實本身這件事發生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睡覺 不過有一天突然間我們鄰居 就敲我們門 就跟我們說回 他們在前一晚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家裡的閉路電視 就拍到有兩個男子 躺進我們家裡的後花園裡 因為鄰居他們就是直接目擊這件事的經過 他就告訴我們 當時這兩個賊人 兩隻手是沒有手持任何的工具 闖入了我們的車庫和後花園 經過了十分鐘之後 他們就出來了 聽我們鄰居說 他們就算離開的時候 手上都沒有任何的東西 所以在這件事上面 幸好沒有財物損失 沒有人受傷 鄰居也有跟我們說回 那兩個賊 其實不單止搓我們的車庫門 搓我們的後花園木門 還有也有檢查一下我們的車有沒有鎖好門 那當然他們無功而還 鄰居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其實他們都很害怕 因為我們本來住的這一區 是很寧靜的鄉郊地區 但是居然也會有些賊人這樣幫襯 所以他們都馬上買了一些很厲害的射光燈 再加上一個動態的感應 就可以方便在晚上的時候 有人走過或者車走過的時候 就會立刻開著 那那個光度呢 是光度可以照光我們兩間屋的整個後巷 那我們方面 我們都馬上去一下我們的後花園 還有車庫那裡點算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損失的 不過發現呢 除了那些門自己開了 還有那些雜物亂了少少 鄰居也沒有關燈 除此之外 我們都沒有發現他們有留下任何的東西 也都沒有拿走任何的東西 事後我們都只能夠自己去做好一些保安措施 那我們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都馬上跟屋主說回 看看屋主他們有沒有什麼措施要做回 說多一點點背景 我們其實呢 就跟一些親戚一起住的 我們家裡的後花園呢 就是在裝修的狀態的 所以就放下了很多的工程工具 以及一些建築材料 車庫裡面呢 也都沒有車的 都是放了一些建材 那因為這間屋呢 其實很多的建築材料在那裡 所以就不知道會不會令到那些賊 覺得這間屋是處於一個裝修的階段 沒有一些值錢的東西在這間屋裡 所以就沒有爆到 我們後花園的玻璃屋的 因為如果他們爆到玻璃屋裡 那我們就很危險了 那我們也有想過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呢 因為本身在住人的親戚 他們都很信任這裡的治安 我們呢 也都查過這一區的治安 我們都可以提供少少的數據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根據圖表顯示 其實我現在所住的區 每個月的罪案 是少於200宗的 那有什麼種類的罪案呢 旁邊的圖表就是顯示了 12個月所累積下來的數字 暴力和性罪行呢 其實很多禮區都有的了 那現在我這裡呢 就大概一年 就總共700多宗 就是一天就大概兩宗左右 其實都算是偏低水平的了 反社會行為呢 和一些public order 就已經跌到200宗左右 就是平均一天不夠一宗 一些criminal damage 或者是縱火呢 更加少於200宗 所以其實這一區的治安 都算是相對不錯的了 一些嚴重的罪行 例如毒品啊 入屋盜竊 打劫啊 持有窗戶這些呢 更加是非常之少 那因為這一間屋 有時會有些工人出出入入的 這樣屋主也都非常之信任這裡的治安 還有可能那些工人 做完事之後呢 未必任有首尾 那就沒有鎖到後花園的門 那就造成了這件事的發生了 那我現在就拍一拍段片呢 就跟大家顯示一下 我家的周遭環境是怎樣 那一出門口呢 那我家呢 就是在一條路的最深處的 這條也是單程路 第一件呢 其實左邊呢 是一些草和樹林 而右邊呢 是有獨立路的而已 而且呢 道路非常之寬闊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我們家的後門了 那後門呢 其實是連了廚房的 那再走後一點呢 這一個就是我們車庫的門了 本來我們之前是沒有鎖到的 那現在我們呢 就鎖回了 那這道木門呢 就是通往我們家的後花園的 那當時警察呢 就經過這道木門呢 就進入了我們後花園的 那這道白色的門呢 其實就是車庫的另外一道門來的 那些人呢 是可以經過前面的車庫閘門 穿進來這道白色的門 再進入我們後花園的 那時候我們也鎖回這道白色的門了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後花園的環境了 大家都見啦 其實因為放下了很多的建材 還有工具 所以呢 就比較亂一點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的亂一點呢 就令到那些賊人呢 覺得這裡沒有值錢的東西 所以呢 就打消了進一步的念頭 因為如果他們想進一步進入我們家呢 他們絕對是很方便這樣打爆我們後花園的玻璃門 那其實我們的後花園呢 本身都安裝了一些射燈的 那有幾盞 不過近來我們親戚他們在裝修在家呢 所以都切了一個電源的 如果不是呢 平時有閒閘人等經過呢 他就會亮了 那我們都有安裝到一個警報系統 那當時警報系統呢 就沒有任何的notice彈出來 那我們時候呢 就在後花園那裡呢 那裡蒙蒙的那裡裝鎖 還有把本身車房的鎖入門都鎖死了 那就令到其他人呢 就不可以那麼隨便 就可以進來我們家的後花園啊 還有車庫的 那在這件事上面呢 就經一事就掌一致啊 發生這件事之後呢 都令到我們有一種體會就是 無論是多好治安的地方呢 都是要做足一些防犯罪案的措施 不可以自己調以輕心 那我們時候呢 也都在後門的位置呢 就裝了一些動態鏡頭 那當有閒閘人等經過的時候呢 就會立即開燈啦 還有錄影的 不過我們都寫了一些時間制 就例如可能10點鐘之後呢 鏡頭才會啟動的 或者是我們出軟門的時候呢 才會啟動的 如果不是呢 平時普通人走過又穿著 那就很麻煩了 怎樣會發生意外呢 就是因為錄影 源自於自己的不小心 所以我也都希望大家呢 萬事小心啦 還有保持良好鄰居的關係 因為有起自上來呢 其實大家都不可以獨善其身的 因為如果沒有鄰居 他們提早告訴我們呢 到我們有空走去 後花園那裡看的時候呢 就已經太遲了 所以我在這件事上面 我也都很感謝我鄰居 他告訴我 而且他們都有做更多的措施 去保障我們這些鄰居的安全 今次我要分享的呢 就差不多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就like啦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打開啟動小鈴 如果我有什麼影片伸出呢 就可以立刻通知大家啦 多謝各位 拜拜